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传国德勇》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我们的蔡总统在今天台湾时间下午一点钟左右 已经到达了洛杉矶 那我们看到蔡总统会跟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 这场所谓的四季的会面 会在台湾时间半夜大概一点钟左右 会隆重登场 那中国眼见阻止不了 那祭出了各种的花招 全面的杯葛 抗疫的走路功 哇 加倍耶 在纽约两百块 现在到洛杉矶四百块 而且呢 人数还要再加倍 听说上千人 哇 看他这么多钱 中国人很有钱 不过这个钱也非常好赚吧 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到了时代广场 竟然中国刊登 丑化我们蔡总统的广告 那今天很多的台湾人民看得非常的愤慨 因为这是我们的总统 不分蓝绿 我们的总统 中国这样子来侮辱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愤慨 那中国透过媒体 在中国强力放送这种疑美论 侮辱我们的总统 那另外中国又宣布要在台海进行所谓的巡航舰等等相关的巡查行动 文公五号 这样子就可以成功阻止蔡总统的访问美国吗 还是就可以阻止访问的成效呢 那等一下我们看半夜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个蔡总统 他在洛杉矶跟麦卡锡见面的状况 另外我们要看看 郭台铭提早从美国回来了 很奇怪为什么提早 大家都在问 不过今天早上 他表态要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还为四年前他离开国民党 骂国民党的相关的这些行为 鞠躬道劝 这样的鞠躬道劝可以挽回国民党相关人的心吗 大家都在看 这对他可能被征召会有相当的帮助 还是根本就没有帮助 那对于侯友宜而言 他可能会被征召 会不会形成了郭台铭对他的威胁 那侯友宜近期在脸书 炮轰物价上涨 强调要倾听人民声音 又是一堆废话 因为这个农委会早就讲早就做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讲的就是这样子 那侯友宜是不是mimic 所谓的说模仿又把人家讲的再讲一遍 这样子叫做政见吗 叫做政策吗 所以民进党就泡红他 说他只是一个口才 比韩国瑜不好的韩国瑜 这个就蛮有意思的 那另外传出马英九 因为仿中他整个声量大增 竟然被新加坡的媒体点名说 他可能会再出来选总统 可能吗 大家也说没什么可能 我国民党日前因为星星跟沸沸的战争 吵得沸沸扬扬 是不是因为马英九可能又选总统 又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呢 大家一起来关心 现在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郑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议员张佳玲 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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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时事议员温朗东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资深媒体人王世祺 师祺 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张伟元 委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宁愉会小芒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蔡总统现在已经到洛杉矶了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今天下午一点到了洛杉矶 其实如果你再加个16个小时的话 你就知道 那其实相当晚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看个 那蔡麦会到底登场会怎么样受瞩目呢 看个相关报道 蔡总统与美国众议院麦卡锡议长 将在美西时间4月5号早上10点 在洛杉矶的雷根总统图书馆进行会晤 还没下飞机先宣布重磅消息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公布 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将在美国时间4月5号上午10点 也就是台湾的6号凌晨一点举行会面 整个流程包含双方跨党派议员会谈 蔡麦两人发表谈话 还有跨党派议员记者会等 行程安排别具意义 民主伙伴的友情会像加州的天气一样炙热 民主自由的光芒也会像加州的阳光一样闪耀 跟美国断交以来 我们在美国的本土 我们的总统会见的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 他当然对台美关系的提升是一个 非常具有突破心意义的事情 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公开建众议院议长 中国方面当然起得跳脚 先前在纽约以200块美金的价格 动员总路公到蔡英文下榻的饭店抗议 如今动员金额翻倍来到400美金 约12000元台币的价码 张小粉红去雷根图书馆抗议采买会 过去都会透过 不管是中国在各个大城市的一个总领馆 动员这样的一个总路公的一个概念 200块大家不愿意取 因为大家觉得风险有点高 不仅动员总路公联合报系 在加州发行的世界日报 更出现以华侨名义反对蔡英文 过进美国的全班广告 上面洋洋洒洒列出上百个 华侨团体的联署名单 没想到却被发现名单作假 立委王定宇踢爆 接到好几个被联署的社团负责人 声称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联署 王定宇还问 在美国的这个报纸广告 是案件记仇吗 质疑联署社团被灌水冲凉 结果后来就发现 有认识的那个乔林 一大早就非常生气的说 他的公司被列在上面 本身可能要准备要述冲 台美关系日渐升温 中国持续眼红 小动作不断 要让大家先来看看 相关的媒体报道 我们看看蔡总统会见的麦卡锡 有160名国际媒体大阵仗关注 所以我们看看说 蔡总统与麦卡锡的这一次会谈 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 与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会面 受到美国当地与国际媒体的关注 据了解这场会面超过160名媒体记者报名 包括美国当地主流媒体 以及国际重要的主流媒体 哇这个可真的是一个大事情 那蔡卖会在即中国 白宫能回应 看看白宫发言人上皮A怎么回应呢 他说符合美国的一贯做法 美国政策没有改变 这是私人且非官方的形成 可是他后来好像又加上说 也带有官方的意味在里面 这个有意思 所以这段话是非常的有意思 再看看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 科比怎么讲 他说中方没有理由来过度反应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看 麦菜会这样登场 中共小动作就一大堆了 有没有过度反应呢 我们看看 走入宫加码到每一个人400元美金 而且听说要发动上千人 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帮派分子 好那我们再看看 中共联署刊登报纸广告抗议菜卖会 结果呢联署的社团疑似被灌水冲凉 因为很多社团说 我如果没有联署啊 为什么会在里面呢 这个也有意思 还有玻璃心睡满地 纽约时代广场经见羞怒蔡英文的广告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今天看到这个非常的生气 你看 叫他做一只好狗 然后谦卑谦卑再谦卑 菜市不愧全养猪万里返厨四百祖 这很可恶啊 再看看 所以你看真的很可恶的中国 然后呢内容不乏透过漫画来讥讽蔡英文 而且是在纽约时代广场刊登广告攻击蔡英文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台湾人民非常的愤怒 其实不分党派都在愤怒 好我们再看看 挺台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每个四百元发动千人要来抗议 结果还有到美国留学 那也有一些可能已经变成美国公民 或者已经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到场声援蔡英文 这些人大概民主看多了 他知道说民主自由对他们是极其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朗东看到这相关的报导 那蔡总统马上就要跟麦卡锡见面了 对啊 因为前几天还有一些亲中人士说 可能麦卡锡麦卡锡不会去见蔡总统 其实蔡英文就是这么老神的在在 那他前几天都很低调 为什么 因为中国一直想要见凤差针 如果这一个礼拜 蔡总统有讲出任何一句话 可以做文章的话 中国就会说就是台湾在挑衅 他搞两岸就是有纷争来干嘛 结果蔡总统没有任何的一丝失误 非常的老神在在的促成的 这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创举 你看麦卡锡给媒体的这个文章上面 很明显都讲到台湾总统 就已经列在上面了 而这样的一场 接下来在凌晨会举办的 在雷根图书馆的一个见面会 会有一百六十名的 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人员 以及十八位的美国国会议员 麦卡锡本身是众议院议长 是美国第三号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那为了这样一个大突破 其实前几天的时候 蔡总统的话是非常的这个低调 非常小心 没有任何失误 而且他去贝里斯的时候 大家都很关心说 他在那边跟杨感情 非常这个不错 而且与此同时的话 蔡总统也有关心 臺湾的状况 透过视讯连线 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行政院 散开了连线 那刚刚勇哥就讲到说 他在那个纽约的那个时代广场 会刊登的广告 其实时代广场往往来来的人很多 那广告不是给美国人看的 美国人就忙自己的事情 他也没空去看 那个是用来给中国小粉红自己自嗨自爽的 但是看到之后 台湾人当然觉得也很生气 为什么会把蔡总统讲成说 什么beardog 好像是美国人的狗一样 那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对于蔡总统非常大的一个侮辱 可是我觉得呢 中国人其实是更离 更惨的是说 他们也被自己人侮辱了 因为大家之前就要讨论到说 其实呢 大家说现在是两百美金嘛 但他们只拿五十美金加一盒盒饭 就被中间人抽头抽走了啦 你说也就是那些去抗议的很多就拿五十块 加一 加一个便当 那谁抽走 就是那些带头的人 他就他跟上头 跟中共党拿两百块美金嘛 发到底下去呢 都只发五十 所以现在推特上就有个运动 就是说提醒大家说 你要拿到四百块 这个加码的这个走路 公共鞋才是正确的 你如果拿到五十块 那你要去跟联系人 这些中国人 能够到美国去的人 本来就全贵分子了 竟然还有这个习性 超人家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习性 所以才能够发财嘛 那你知道去的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因为拿钱 当走路公共去的 跟台桥自发性去前往 将近七百人去支持蔡总统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状况底下 那台湾很多媒体还继续在唱衰 例如说联合报 他发的一个社论 就在讲说哇 这个蔡总统在纽约的时候 只有讲都是贵宾 结果到了这个雷根图书馆 就变成台湾总统 所以说美国玩什么两手策略 你不要搞错了 蔡总统这些重点 本来就是去见麦卡锡 那你拿前面的部分 就是比较低调 不希望给中国见缝插针 拿这个说是两手策略 真的太离谱 更好笑的是忠实还发了一篇 讲说什么 这是因为共和党 麦卡锡为了掩盖川普的这个消息 才故意促成这件事情 川普是三十号的时候被起诉 蔡总统这个消息 金融时报报出来的时候 是三月七号 租租早了二十三天 这两个事情哪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显示说 在台的一些亲中团体等等 看到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眼空 因为他见证了台美关系 在蔡总统的一个领导之下 是越来越稳固 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佩芬姐 佩芬姐她留学美国 而且她以前是在中央日报 她有很多国际关系什么 她足笔非常的多 她经验非常丰富 不过我还是要把这一张图 先让大家看一下 那佩芬姐也可以看一下 这蛮有意思的 挺台的中国人到场声援 她说什么呢 Welcome to elected president 欢迎民选的总统 然后后面这一句话也很有意思 她说这个也是 所以这些人来到享受了民主 以后她已经名字大开了 可以这么讲 再加上他们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这个侮辱我们的蔡总统 不分蓝绿今天早上都很生气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蔡总统跟麦卡锡碰面 很多人说中共很生气 文攻武嚇 坦白说蔡英文这总统 这次是替麦卡锡加持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其实麦卡锡根本不可能拒绝 蔡英文 她一定要欢迎蔡英文 因为你知道明年十一月 参众两院 众议院全部改选 那麦卡锡要竞选连任 他必须先当选 他必须先当选 而且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 一定要超过多数 他才能够当选 所以蔡英文对他来说 天掉下来的加持 不是不是他加持蔡英文 是蔡英文加持他 因为有蔡英文去帮他造这个事 所以你看这个众议院那议员 那些重要的议员 为什么会跑去 因为他们都要竞选 大家都要选举 对 大家都要选举 如果你落选就什么都没有 我要请教你 那为什么中国国民党看不懂 我们的国民党看不懂 一开始还讲说 他们的前主席 江起人讲说低调 什么无声什么 没有什么 惊喜 什么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我觉得你深层思考 就是这样 我觉得想通了 蔡英文去帮麦卡锡加持 因为全球都在抗中保台 那蔡英文就是在台湾嘛 就是抗中的前线 他到哪里 一定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 是 对麦卡锡来说 他第一个可以在加州造势 因为他是加州 加州选出来的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记得我说过 他一定会在回访台湾 是 因为十一月要投票 明年十一月投票 这次蔡英文去加持他 他自己再回过来为自己造势 所以他会到台湾来访问 这个好像我们选举的时候 都希望那种大头大牌 来帮我们助选 一样 对 对 所以蔡英文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助选人 本来就是 你自己想想看 这些议员为什么会趋之若鹜 麦卡锡投票投了十五人才出来 才你知道共和党才赢民主党 要那么一点点票 是 他要竞选年任 他要赢得更多数 而且再加上川普最近 不是被民主党起诉 你知道美国总统 只有三个条件可以限制他 第一个就是你要超过三十五岁 第二个 你必须在美国出生 第三个你必须在美国 连续居住十四年 其他任何情况下 你都挡不住他 所以川普就算被挖去坐牢 他都还可以竞选总统 而且也可能会当选 当选以后他还可以执政 所以最近就是说共和党自己也在那边互相拉抬 所以你看那共和党所有大咖都不敢批评川普 都在帮川普说话 那麦卡锡他当一个众议院议长 他不但要胜选 而且要帮助共和党拿回政权 因为川普说我要夺回政权 所以他责任很重大 蔡英文当然是帮他加持 所以你说老共文公武贺再丑话没有用 然后再说四百块 那个时候我们你刚刚讲 我们在美国读书 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共刚刚进联合国 那时候一穷二白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在搞学生运动 然后在加拿大有一个共产党过境到美国 结果被海关抓到 他拿了一个他只拿了一个007的手提箱 打开来里面全部是美超 而且整版新的美超 那个海关说你拿那么多钱干嘛 他说我要去办活动 他们那么穷 结果把这个这样钱集中起来去办活动 换句话说他这么穷 他会去发展盒子 他也会去搞运动 所以他动员人你说四百块算什么 不算什么 现在那么有钱四百块小case 四百块是大钱 对但是但是对老共来说他有几兆的外汇存抵 那个钱算什么 而且他现在要对美国做工作的话 这个钱不算什么 在共产党来说不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 不过好玩的是说竟然有人给他抽成 这个就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这个没什么 因为你反正钱也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赚 这个在台湾不得了 所以他抽成也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他去丑化蔡英文没有用 因为蔡英文这次是公在美国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一个人四百块的走路工 竟然还会被抽成 这是什么国家 台湾又是这个被抽成 保证抽成的人被起诉 所以怎么会 这才很疾患 然后被这样揭露出来了 所以小胖 看到今天这几个新闻 真的蛮有意思 大家有时候是又好气又好笑 中国夸下海口 他说这个洛杉矶的 在当地中国最高的官员 要动员一千人 每个人要花四百块的走路工 要动员人去给蔡英文难看 去给我们的总统难看 结果今天去接机的呢 不到一百人 他只动员到了一百人左右 所以我不晓得后面 还会不会有很多人 那当然你们动员的人越多 我觉得在那个现场 你会看到我们的台桥在一边 那中国的这些叫嚣的桥民 在另外一边 中间是有美国壮硕的警察 站在中间 储核汉界 正好证明一边一国 台湾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其实蔡英文总统他出访 有三个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重大的意义 是外交的成功 外交的成功呢 因为本来一开始 我们知道这是过境 但是事实上从美国接待的规格 还有我们刚听到 Sean Pierre 就是美国白宫发言人 他也讲到了官方的这个会面 所以从过境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出访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只是我们很低调 我们不会讲出访美国了 但是实质上 它是一个出访的一个行程 在美国来发表演说 所以这代表的就是台美双方的友谊 是得到了彼此的一个信赖 而台湾得到了美国的信赖 这对于台湾在地缘政治上面也好 这对于台湾的安全也好 对于台湾在国际上面也好 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个呢 是刚才如朗东所说的 这是国际上面关注的议题 光麦卡锡 他这个发布了新闻通知 说这个大家可以在今天的半夜 一点的时候 有哪一些的记者要来采访 结果呢 国际媒体大家争相 有阿拉伯的 有日本的 所以阿拉伯世界也关心 然后当然日本亚洲的 很多的媒体都去 然后这个东南亚的媒体也去 那当然美国很多的媒体 也全部都关心 总共有120位的 这个所有全世界各地的媒体 加上我们自己跟着总统一起出访的 有40位的国内的媒体 所以总共加起来有160位的媒体 那他们会到现场去 那他证明的是什么 台湾在国际上面 因为刚才如同佩芬姐所说的 因为我们这次 其实麦卡锡本来 他可以来到台湾 他去年他在当选的时候 他说他要来台湾 可是呢 他在当选议长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选了15次 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难关 所以这个对美国也好 对台湾也好 去年裴洛西来到台湾 造成了一些的这个杂音 所以为了要在国际上面 不要造成任何给中国的借口 所以到美国 实质上面解决台美 必须要高层对话的一个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蔡英文达成了 蔡英文的低调成熟支持 台湾外交在这个部分 是得到了全世界的一个信赖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成功的点 第三个成功的点呢 我觉得是中国疯癫的行为 也再次得到肯定 包括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们不是有400块钱的走路工吗 在中国你如果去抗议的话 很抱歉你至少关400个小时 可是你在这个美国你去抗议的话 听党的话 你可以拿到400块美金 或许了如果没有人抽成的话 那你知道中国最近内部的经济 其实不是很好 那所以中国为了要打压台湾 那他可以在中国的内部 今天重庆尽空来捧这个马英九 那他在台湾 他要打压台湾 可以在美国动用这么大的一个人力 要给蔡英文我们的总统难看 这个再再的就证明 中国是一个疯癫的国家 今天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我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上 在处于我们在处理整个的 印太的战略上面 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对付一个这么不可信任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冷静 那你看到我们双方的冷静是做到了 中国的疯癫也让大家见识到了 不过这400块美金也让我想到说 中国很多偏远的地区 他搞不好一个月的薪水都没有 很穷 很穷 400块美金开玩笑 在中国至少在偏远地区 一两个月的薪水 他一天 不过会被凑成 不过我们要看一下 中国他又有怎么样的动作呢 看一下 分析稿说 蔡英文会无麦卡锡 台美中都希望避免危机 所以其实大家都在自治 不过看起来 那很尤其是中国 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不应该有的动作 所以现在美国尼米斯号领军 美日韩八艦东海反潜军演 针对北洋和中国的武力动吓 美国日本和南韩三日起 在南南冀州岛外海的东海海域 进行围棋两天的反潜联合演习 大家讲这个演习其实 也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大家在看 回应蔡英文兼麦卡锡 中国宣布说台湾海峡 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 今天启动 拜托 你是在巡查什么 我们可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用巡查呢 显然他连用词都想要吃豆腐 那我们再看看 那这是我们总统府发布出来的讯息 蔡英文会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 然后总统府证实传达四个讯息 一 这趟是疫情过后 首都出访及过境美国 感谢美方提供的协助 二 感谢美国总统拜登 参众两院及跨党派议员 对台湾不遗余力的支持 三 世界各界对台湾的支持 促进许多的理念相近国家 共同关注台海及印太的和平稳定 四 台湾会持续作为关键 且可靠的经济伙伴 为全球疫后经济复苏 贡献正面的力量 所以民主党多数党的领袖 也跟总统见面了 那现在看看 那中国时报就怎么讲了 高调公开会无形成 蔡麦各有盘算 马英九让绿营慌了吗 郭正亮访蔡英文说台美关系 坚落盘子 那是坚落盘子 他说坚落盘子 郭正亮是盘子啦 不过我在这里要把蔡嘉宾见证以美论 联络报说这是见证以美论 我要把这个让大家特别来看 他怎么样说见证以美论 第一个 他说蔡总统在纽约获奖 邀请韩以特别嘉宾代称 所以显然欢迎美国 那我们也可以讲 那马前总统在中国什么奖都没获到 然后这个来代称 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啊 第二个 美国仇中又有求于中 不分朝野 不分朝野当把台湾当作指牌党 那我们可以讲啊 中国仇美又有求于美 不分朝野把台湾当作棋子 希望利用台湾来求美国 可不可以这样讲 也可以啊 第三个 再来看 拜登正争取与习对话 又顾虑大选 故冷落蔡英文 是这样子吗 习近平正希望与世界对话 正希望与拜登对话 又顾虑到美国 所以冷落蔡英九 通不通 也通啊 再看第四个来 外媒形容蔡总统 美中走钢索 若麦卡锡摇晃钢索 他还能平衡吗 那我们也可以讲啊 如果外媒形容蔡总统 美中关系走钢索 若麦卡锡钢索拉得很紧 请问中国还能平衡吗 可不可以这么讲 也可以啊 蔡总统过境纽委委屈求全 奈臣还有脸说不容移美吗 我们可以讲啊 国民党的前主席马英九 到中国访问委屈求全 用这个先生都不见了这个 请问朱立伦 侯友宜还有您说要选总统吗 我可以个这样讲啊 不可以吗 所以啊 这种所谓的见证医美论 我就反过来问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呢 思琪 我觉得这种报导啊 然后还有像是郭正亮啊 就是蓝营当中有蛮大一批人 他必须要选择闭上眼睛 来找才能够找到自己 能够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啦 否则看到民进党政府 看到蔡英文受到的待遇和规格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 内在自信心是有严重的伤害的 那所以当这个仪美论 仪美论是存在的啊 那当你看到麦卡锡办公室 发出的这种官方的邀请的时候 叫大家记者要去报名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公开的官室访问行程 他上面特别写 台湾总统 那所以当你看到这一张的时候 你难道没有觉得 那我之前讲仪美论是不是有一些自打脸 自打嘴巴 没办法 因为他们必须要闭上眼睛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事实的真相 好那不管你是不是闭上眼睛 不管是不是有打击到你的自信心 这群人其实都无法抹灭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蔡英文跟麦卡锡的见面 会登上世界各国的国际头条 这件事情你无法否认 否则不会有一百六十个记者跑去登记 我要采访 不会有这个美国的各党的这些议员 跑去报名说 我们要跟着麦卡锡一起去见蔡英文 也就是说跟台湾的总统见面 这件事情 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重要的 刚才讲不只是麦卡锡 觉得重要的 其实很多国家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访问团来到台湾 是因为他们认为跟台湾这样子的国家见面 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蔡英文抵达洛杉矶的时候 不是也有一些中国的人 然后跑去支持蔡英文的吗 在这里 挺台中国人到场声援 对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说 因为台湾的价值 台湾的民主 是让这些力量能够凝聚在一起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拼了老命 要报名去跟蔡英文见面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确创造出这个没有办法 让人忽视的价值和民主的成就 那所以你用更多的这些 不管是时代广场的影片 不管是登报纸广告 拼了老命再羞辱蔡英文 这些事情其实都只证明 你中国到底有多在乎这场见面 因为你在乎所以你生气 因为你在乎所以你要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精神力量来攻击蔡英文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见面是成功的 是有效的 是能够让台湾在世界上面更进一步的 让各国对于台湾的信赖以及互信的那个深度 是是更往这个楼梯上方走 那所以你就只能自己生气 你生气了会影响到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互信的程度吗 不会你只会促使这些民主的力量 连结的程度越深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了今天 今天中国在纽约的时代广场 用羞辱蔡英文的这个广告 其实今天我早上有碰到几个蓝领的朋友 当然在聊天有聊到这个 他们一口同声说太离谱了 我们再怎么反对民进党 我们跟他在争希望能够取得政权 我们在争我们的总统出去受到中国这种侮辱 他真的很生气 他讲话那种口气都知道他是真的生气 从来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不分蓝绿都觉得中国侮辱我们台湾选出了总统 就像马总统 我们当然不喜欢他的人没有投票给他 可是他还是当时他还是代表台湾出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尊称一声他是马总统 为什么他代表台湾出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们的总统 你看看挺台中国人到场申援 中国需要民主 The Man of World Democracy 很清楚的讲这句话 你们中国没有民主 这些人来到了美国发现这就是民主的好处 所以反过来他们支持台湾 所以在这里来看的时候 你看高调公开会无行程 卖菜各有盘算 竟然他竟然说台美关系说坚落盘子 那是在说啥啦 然后呢 用这种所谓的见证宜美论这四点 这四点我刚刚把它反过来 你可以这样讲 那我刚刚讲的是不是也一样 可以问一下中国国民党 问一下马英九 你是什么论呢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总统出访是台湾的大事 台湾人民不分党派 应该是要支持我们台湾往国际走 往国际走 把台湾推向国际才对啊 所以啊 委员 所以其实看到 尤其看到这一个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这一个来侮辱我们总统 其实真的很可恶 我觉得好今天当然这个中国的民众好 所谓集资好 在纽约市的广告那个大萤幕去 去做这样子一个取笑戏念 然后甚至侮辱蔡英文的广告 当然是不可取 但我也不认为好 一般的民众 他有这么大的动力好 去看这广告 我觉得背后 有没有他们中共官方的一个角色 我相信是有的 但如果有这角色的话 必须跟丘安说 我觉得你们的情报工作 做得非常差劲 他以为说 以为说我们在台湾内部有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 彼此的互骂 就代表说我们对外也会去做这事情 不一样 今天蔡英文他代表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在美国不管是过境 不管是访问 他代表是这个整个国家 那你去做这样子一个信誉的广告 你骂不是蔡英文个人而已 你骂是整个全台湾 或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当然是大家不能接受 因为毕竟代表是总统 当然对外代表是整个国家 那包含 这整个过境的流程 包含这个 当然我知道刚刚勇哥讲到联合报的事情 我觉得他各自的盘算 不是来自于说 我觉得一个 哈德逊研究所 然后给他一个特别的嘉宾 你说代表以美 我认为这逻辑会 有一点点过分的牵强 以美不是指这个东西 那至于说 他为什么不给蔡英文说 所谓的总统的这个名称或怎么样 我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智库 他们有他们的这样子的决定 那我觉得只要蔡英文本身 他觉得说 没有被穿脚鞋 或者他认为说这样很适宜的话 毕竟他是去领奖的 那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的确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包含我们刚刚讲到说 那个什么200块400块的事情 我看到这新闻 我第一时间讲说 大家觉得开心啊 老共愿意花200块400块 代表什么东西 跟刚刚那个广告一样 代表说 中国在这个美国的民众 对于蔡英文出访 他们没有什么感觉 他们也觉得很正常 就一个国家有什么出访 或者过境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花钱 就是因为他们国民都不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有说我必须去花钱 请那么多人到现场去抗议 我才找出过去那样子的抗议的情景 所以你看到他从200块变成400块 我觉得就代表说 你知道中国大陆内部人民 那民心向背 他们也觉得说 这样子一个过境的情景是 我觉得过去好 这都是合理的事情 最后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他讲说这个是一个 这个中国时报还有联合报社论有讲说 他这是一个各自的盘算 的确好这次访美之后大家看到 麦卡锡要见蔡英文是提前公布消息的 过去一开始低调 那麦卡锡代表什么是共和党 那接下来当然他们要选举 刚刚刚讲的选举 以及接下来总统大学也要开始进行的 所以共和党过去对外的感觉都是一个 抗中比较极致鲜明的 而过去不管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德到蔡英文 过去美国处理台湾元首过境都是处于低调和平 这样子一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的拜登只是维持这个原则 但没想到今天麦卡锡共和党 大张旗鼓的说我要见蔡英文之后 民主党这时候跳起来发现不行 我在抗州这个牌里面我落后了共和党 所以才出现今天来出一个新闻就是说 蔡英文当时过境所谓的这个 纽约的时候也见到他民主党的那个众议院的领袖 这个杰伯瑞斯嘛 所以民主党其实过去也有所谓的这样见面行为 那这样子在一个美国国内政治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觉得刚好不管是中华民国台湾都有个机会 在这样子一个他们国内政治的一个竞争底下 取得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其实我常常讲一句话 不要分党派 当我们对外的时候是要一致团结 我们如果对外都不团结 我们就被各个击破了嘛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佳玲还真的这个团结很重要 所以看到中国侮辱用这一种广告 来侮辱我们台湾总统 其实今天早上我碰到很多人都很生气 还好维远现在没有要参加什么立委出选 不然那个你可能会被针对 现在国民党里面吵成这样子 蔡总统他访美 从一开始消息传出的时候 就不是因为马英九要去中国他才去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他上面写说 上面说是因为马英九让绿营慌了 这个前后有点错字 好像说是因为我马英九要去中国 所以蔡英文总统才安排要去过境美国 这个在法律上叫做因果错乱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报纸如果不仔细看 我以为是其他国家的报纸 不是台湾的 看了有些匪夷所思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标题就已经是错误错字的 不值得相信 那所谓的疑美论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有这个疑美论 但是我认为说好像刚刚勇哥讲这几个理由都很牵强 对不对 他又是为了要捕食这个疑美论是真的 所以他一直找了不断的理由说很牵强来捕食说这个疑美论是对的 这个国民党还有或是说这个报纸我觉得有点错字 我来补充一下这四个疑美论其实我刚刚特别反过来讲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他讲的这些理由来见证疑美论等等的说法 我们法律上叫做不正当连结 完全对啦 我认同 没有错啊 所以一个是因果错乱 一个是不正当连结 对所以看这一个报导我觉得有点像在看那个科丸小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看的也没有什么好相信的 反而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蔡总统 他去美国一路上都很低调 而且重点是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事情是麦卡锡的办公室 他先发出这样的通公告 告诉大家 对而不是蔡总统这一边 不是我们台湾这边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对于美国来讲 无论是对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讲 蔡英文台湾的总统 他是一个值得信任而且互信程度相当高的总统 他如果没有那么样的低调 那么样的务实在这一关 在一关的关卡里面如何能够达到现在 我们预告可以看得到他跟麦卡锡见面 即将见面 全世界都在瞩目的状态 140多个我相信还会更多的媒体会关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以美论上面那是 我就觉得完全不可看 而且另外一个勇哥我再补充一点 我认为说我原刚刚讲的没有错 那在办一个活动 办一个活动 你找不到人才会花钱啊 那花的钱越多表示越找不到人啊 这一定是嘛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文化很可怕 400块变200块终于还被抽头啦 但是200块变50块 变50块 还被抽走了150 那那个广告呢 刊登广告我完全不相信是哪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中国人 来刊登广告 百分之百是官方做的广告嘛 中国的官方有那么样的多钱 他自己的贫富差距那么样的严重 他不去救 所以我也不相信说中国的人民百分之百都同意 我跟你讲网友都炸锅了啦 你有钱去买广告 你没有钱来让我们的失业率可以降低 我想在中国内部来讲 难怪有这么多中国人在美国 他会站出来说他欢迎蔡总统到美国 佩文姐要补充 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讲说 美国跟蔡英文 麦卡锡跟蔡英文是互取所惜 没错 他们是互惠 但是这个互惠要搞清楚 谁对谁帮助多 这就是我一开始讲 有比例 对有比例原则 就是说麦卡锡当然也是帮蔡英文 蔡英文当然帮更多 因为蔡英文不要竞选 麦卡锡要竞选 而且整个党压在他身上 不过讲实话 蔡英文他要帮助 台湾竞选 没有那是在本土 在美国的话 他事实上 在美国他是当然不会 然后说以美论要怎么解释 我觉得以美论可以 就是说你怀疑美国 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对待蔡英文 对啊 可是国民党说很低调 无声 没有什么成绩 国民党这样讲 因为蔡英文原来 就是说在这之前 真的是有点低调 这是没错 但是这一趟在麦卡锡那边 刚刚讲麦卡锡办公室 发的那个通知 麦卡锡要糟告全世界 这是大事 这是大事 对他来说 对共和党来说 这是大事 极为高调 对所以他必须高调 所以我觉得 我想补充一点 因为真的是对麦卡锡跟共和党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共和党现在很衰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谈 但是你是刚刚有讲说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Jeffries在纽约也去见 他也要选 他当然也要选 民主党也要选对 对民主党也要选然后他现在是本来是多数现在变少数 他下次如果能够在众议院赢的话他就是多数党的领袖 所以蔡总统变成最重要的助选人对的推手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加持 为什么蔡总统对他们来说给的更多 所以说互取所欺 没错 蔡英文能够给的更多 所以爱卜总统来 我觉得倒不是蔡英文本人 事实上是看到蔡英文背后就是2300万的台湾人 到底蔡英文她去了以后能够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稳固的一个精神 给台湾人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很重要 刚其实我们谈到说200块跟400块 为什么200块要增加到400块 事实上美国的一些台桥他们也去了解了 为什么200块要增加到400块 为什么给你200块你还不肯去 现在要增加400块你还不敢去 结果原来是什么原因 因为这些中国侨民他们长期在中国生活 他怕他去那边 所以他怕照相 他怕照了相以后 他觉得美国的警察会去查水表 会可能会找他麻烦 所以他怕美国的 美国警察没有水准 美国不可能会这样 可是因为他们心里面 他在中国被下习惯了 所以他不敢站出来的原因是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会调到400块的原因是这样 有可能因为他以前在中国就是被下习惯了 来到美国 他忘记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以但是还是有中国人跑出来支持蔡英文 这个就已经真正接受到民主自由的果实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郭台铭他到美国去 就提早回来 提早回来干什么 他说要选总统 这个有意思了 郭台铭提早两天结束美国行 换上至绣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帽 召开记者会 宣布角逐2024总统大卫力争批蓝袍机会 而且姿态摆得很低 我四年前父亲离开国民党 让很多人失望 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 致上了万分的欠语 对不起 九十度鞠躬将近十秒钟 诚意做好做满 向兰英交心 这句话是不是埋下 郭侯和伏笔 不得而知 但是争取被针召 他一副舍我其谁 他有条件成为 化解美洲对抗的关键影响力 只要我们有一位 距国际高度 以和平为面的领袖 我虽然是商场老将 可是确实政治心情 我愿意做2300万台湾人的服务 郭台铭再次表态争取 来因提名选总统 这回太太真心 默默站在一旁 全程陪同 似乎想以行动打破 不支持传言 好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报道来 郭台铭向蓝营鞠躬 道歉 争取蓝提名要选总统 若侯或提名的话 他说他会支持侯友宜 他讲了说 我将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 赢得2024总统大选 如果最后的民调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高过我的话 国民党决定征召她的话 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 然后呢再来哇鞠躬道歉 四年前腹气离开国民党 我向大家至上万分的歉意 郭台铭走到台前深深一鞠躬 这个有意思 这个大家看到了 大家不知道在演哪一出戏 我们再来看 郭台铭主张化解美中对抗 林佐水批他说 哇你真的是气吞全球 征服宇宙 为什么 你凭什么要去叫拜登听你的话 你凭什么要叫欧洲国家听你的话 因为大家现在都在 包括晶片的抵制等等 他认为他可以化解美中 所以啊 你是要劝服台积电创况人张忠勒 不要再支持美国打压中国晶片的发展吗 还是要收回前几天 你郭台铭自己说的 经济不能全靠中国 要与美日整合后 分散到东南亚和欧洲 还有呢 你是不是完全不把美国政界 还有成群产业拒破 看在眼里 真是气吞全球 征服宇宙 这个有意思耶 所以佩文姐 人家现在美中在对抗 而且欧洲也在对抗 日本也在对抗 东南亚连菲律宾都在对抗 他说他要化解 所以他说他是气吞全球 征服宇宙 真的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你也不能不佩服他这个人屈人生嘛 人屈人生 那入党你要不要按照党的规矩 就是说你入党以后要四个月以后 才能够参选之类的 他不来这一套了 直接征召了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问题就是 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搞到今天 九合一大选明明赢得很漂亮 应该来说就是选总统应该有点轻松 可是这个大家这个 尤其是党中央这个态度暧昧 搞来搞去弄了半天 你把慎选的气势完全流光了 你本来有机会慎选 现在完全流光之外 然后你知道党主席朱立伦坦白说 以他个人的条件来说 在这些人之间是算不错的 他的资历啊学识什么东西 可是玩到最后的话 你知道现在他民调为什么拉不起来 大家笑他说一层不变 都在一层左右 就是因为他这样玩嘛 玩到最后就是说 你把慎选气势弄掉了 你把个人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也玩掉了 然后他现在要这个初选 这个初选 他不公布 结果不会公布 结果不公布了 对 但是把所有有意愿的人统统拉进来 那干脆我们大家全部拉进去好了嘛 你们的意愿 就说 不过你也被开除 没有 韩国瑜要放进来 韩国瑜根本不要选 他把韩国瑜也放进来 郭台铭也放进来 赵超康张亚中全部放进来 然后做民调 你知道当然还有侯友谊 可是这个东西有点吊诡 还记不记得川普在上次选总统的时候 他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政治人物 他最后为什么可以出现 因为他有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基本支持者 那其他二十个人搞了半天 有的十几趴 有的几趴 最后就是轮到他出现 那同样的 你现在搞了一大堆 有可能 所以有人怀疑他在卡 所以他们在怀疑他在卡侯 因为你最后把这些票分下 侯友谊就算只有二十趴的话 在这么一大堆人中间 搞不好还是最高的 但是你把这些人 通通弄进来以后就不见得 他被分散了 对 郭台铭只要有二十一趴就赢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就是说 而且他为什么提前回来 因为听说这个民调 从四月十六十八号要开始弄 所以要回来处理这些 所以换句话说 哪些民调公司没有人知道 民调结果也不会公布 所以内部参考 谁的民调高就是征召谁 其实郭台铭讲的承诺 根本不可靠 还记得上次他跟韩国瑜选的时候 他也说愿赌服输 结果他输给韩国瑜以后 他并没有放弃 他除了退党之外 他还扶持自己的人在那边扯后腿 我觉得他很恶劣 比如说像高宏安他们一直在说 大数据只有郭台铭才能够当选 然后他在台北县新北市 提名了他很多自己支持的人 把国民党的候选人扯下来 所以他根本就他的诚信 根本不可信 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所以郭台铭倒是蛮聪明的 赶快提早两天回来 因为民调要开始 不过当郭台铭主张说 他要化解美中对抗的时候 林佐水批他说 你是弃吞全球 征服宇宙 其实这句话在骂他什么 林佐水在骂他 不要吹牛 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 不要吹过轨 你没有那么伟大 所以大家讲 可是他要讲他很伟大 所以现在来看看 对郭台铭表态参选看法是什么 何友宜说了 我这一生的志愿就是守护中华民国 这是我不变的初心 这句话 这句话请问 让国民党来讲 现在何友宜讲 我说那这句话 如果让民进来讲通不通 如果耐静德说 我这一生的志愿 就是要守护中华民国 这是我不变的初心 通不通 也通啊 也通啊 所以大家再看 2024 曝兰基层超焦率 李明贤呼吁说 何友宜啊 你应该最慢四月中就要表态啦 但是他四月中会不会表态 我听说他还是要到六月 那何友宜抛改革三个建议 哪三个建议 第一个 建立市场资讯回馈机制 这不是早就有了吗 这个在李登威的时候 在蒋中正的时候就有了啦 第二个 他说健全产业环境 这句话更是废话 哪一个政府不是要健全产业环境 共产党也是这样子啊 加强 第三个 加强供销产业及时监控 从蒋中正一直到蔡英文 也不都是这样子吗 所以侯冠景都讲他说侯友宜是自负其短 这些年来农委会早就在做了 而且从蒋中正都做到蔡英文了 你在讲什么啦 所以侯友宜喊说我要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哇 台湾这块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 让台湾共好就是我们监负的责任 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我说这句话 耐静德来讲也一样啊 所以啊 怎么会讲这种老是搭不上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空话啦 所以我们看看民进党就骗他啦 想绕袍请假选总统 荒废市政也私信与民 难怪民调狂调 再来了掌承说 过去双北合作交流平台 那这个市长层级的会议 有个交流平台 至今都没有召开 显然在摆烂 不是曾经宣示双北共同共好吗 现在双北都没办法共同共好了 你要讲到什么 台湾共同共好 所以朗东 这侯友宜也蛮有意思的 讲的老是是废话 对 侯友宜呢 他就觉得是说他的主要客群 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人 他们觉得说这些人 就觉得侯友宜好像就只会好好做事 然后不讲政治 所以我想侯友宜是铁了心 是不会提前说 他就百分百会参选总统 他就等着是要被征召 那所以他现在的做法 就在典出上面 是的 因为大家都说要讲废话 他开始长篇大论 就长篇大论仔细看一看 底下就发现说 例如说农委会的一些建议 说什么要养猪 要有一些补助等等 就被卓冠廷踢爆 是说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养猪户 有一百四十五户 但是申请更新的呢 就只有二十七户 也就是说明明这件事情 本来就在做 而且新北还是本来在做 做得比较差的 那个是件事 那就是说侯友宜 他想要装成是有水准的 有政策这个能力的一个人 但是显然是说 他只能够是试图是用 这个方式去糊弄民众 但是一旦他宣布 要出来参选的那一刻开始 新北市民就知道他要绕宝 所以他现在 但是他现在紧张 因为郭台铭已经宣布了 但郭台铭还有另外的问题 因为郭台铭现在很明显 就是被美国打枪了嘛 美国就是不要理你嘛 郭台铭原本的行程 是到四月七号 还有四天 為什麼要提早四天回来 就要找不到人见他 如果说他在 如果蔡英文 现在是这样 有十八个这个跨党派的议员 加上议长麦卡锡 郭台铭如果找到五个就好了 他在也在四月五号 有美国的 他到底见了哪一个 就是他都是见一些商业界人士 我目前没有看到他见到什么 美国重要的人物 如果说他要是这个总统格局的话 他不一定应该回来拼民调 干嘛要回来 他要接电话是不是 还是要打电话 这个他待在美国 对他的民调更有帮助嘛 那他为什么要提早回来 因为他发现在美国 没办法得到政治上的支持 因为他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就是讲说 不要买那多武器 你武器买太多 大家反而会打你 美国是上上下下 共和党民主党 他们现在政府都在研议 说要怎么样帮助 台湾 哪些武器是台湾需要的 美军还直接在台湾 帮忙训练我们的这个国军 结果你郭台铭这个总统候选人 竟然过去那边讲说 我们不要跟美国买太多武器 我们这个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 要怎么样去和平 讲一些空话 所以美国人是不会支持他 那国民党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 现在一些立场 比较清然的一些媒体 就里面全部都是一些韓粉 在说我郭台铭这样不可信 郭台铭 你看郭台铭像鞠躬嘛 那可是你想想看 他是为了选总统来鞠躬 他过去的就是很高傲 很傲慢 就像台湾鼎中这样 小美琴你怎么都不看我 就现在突然间这样鞠躬 小美琴为什么要看他 都我也不知道要看他 这也很奇怪 那所以说他如果 他这两三年修身养性 他待在国民党 他待人很谦和 他现在鞠躬道歉 大家会接受 那你过去跟国民党没什么瓜葛 都已经翻臉四年之后 突然间一个鞠躬 其实很多蓝营的粉丝 是不能接受 加上是说现在蓝营的立院党团 是要挺侯友宜 他们头都洗一半 你家突然间三百六十度 一个大转弯说我改停 郭台铭其实也有困难 所以我认为说 郭台铭要通过这一关很难 他比较像是朱立伦 用来牵制侯友宜 跟侯友宜要牌的一个筹码 其实我要提的是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 或者其他的我们全国所有的政党 当然除了比较特殊的几个党 什么要跟中国同意的那几个党 例外以外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 大家都有个共同理念 台湾就是往民主发展 民主觉得是台湾立国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保命符 结果呢 郭台铭讲过一句话 民主不能当饭吃 说委员 跟他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我当然这句话 我是觉得跟所有的主要政党 那个理念全部相反 跟国民党理念的相反 我会觉得当然他实际含义不是这样 但他讲这句话有点危险 但我必须讲 为什么郭台铭今天要提前回到台湾 然后宣布选中华民国总统 整个主客观局势对他稍微比较不利 客观结构在于 的确刚刚党中讲的国民党立任党团书记 政党是EFO已经公开跳出来支持侯友宜了 那包含一些中南部的议员 包含比如我知道屏東有什么黄明贤 然后中部也有什么吵架等等 本土派议员 今天有个新竹的林维中 林维中 林维中也跳出来 也挺侯友宜 所以你看到不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侯正宁运作的 但的确客观呈现上 就是说国民党的不管是立法院 中央名单 包含地方现实议会的名代 都跳出来要支持侯友宜的 所以郭台铭他当然会有点急 会觉得说那假设这个 声势一直吹下去的话 党中央到地方都支持侯友宜的话 郭台铭他选的一个这样子的声势 相对就比较弱 另外他提前过来 我不认为说他是美国找不到人 可以见 因为他这次他代表 就不是一个候选人的名义 所以你要见到多少的 所谓的政治性的所谓的职位 或者幕僚 我觉得比较难 商业界是他不过去的强项 那他提前回来就代表说 他一定接收到某些讯息 知道说这个时候不回来讲 要宣布总统 可能就来不及 而这个讯息我猜 我的推定很可能是 的确国民党中央内部的民调 可能要开始启动 那因为他这个宣布之后 他马上就讲到 他的民调的游戏规则 郭台铭很清楚知道规则 他知道国民党现在是征召制度 所以我们是不会公开讲 民调的时间的 那不会讲民调的时间 代表说每一通电话 都很有可能是党内内部 国民党内部的民调 所以郭台铭告诉大家说 你接到每一个单位 你都唯一支持郭台铭 他就是希望在党内的民调里面胜出 然后获得所谓这个征召提名的权利 所以换句话说 郭台铭他基本上这一次的这样子的演讲 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准备好的 好然后他也很明确的宣示 那这样准备好之后 对侯友宜会有一些压力 压力在于就是说 的确一个明确的对手出现了 那接下来呢 他也会产生党内一些 呃不能说队列 不能说分裂或队列 而是党内自然会有人支持郭台铭 会有人支持侯友宜而这样子互相的这样子一个竞争过程当中 再加上我们地方的立委的选举 又一些竞争过程 的确现在在国民党对外呈现 让我觉得整个形式上会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我最后也要讲一下 不管现在是郭台铭支持者或侯友宜支持者 我认为是他们之间在立委 而在总统初选的一个竞争过程 大家彼此还是要克制自己的言语 不要过分的对立 不要像星星跟废废 没有 我都不知道 这勇哥自己讲 是 我觉得其实不像委员所讲的这么的 这个四平八文 就是这么平和啦 事实上郭台铭他为什么会提早回来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正在美国如同朗东所讲 他没有见到人 呃因为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我刚才Google了一下 他在这个2019年的4月的时候 他在美国宣布他要参选 他旁边站的是谁啊 他那时候讲的旁边是川普耶 头上戴着那顶中华民国这个国旗 跟美国的国旗 他站在川普的旁边 告诉台湾 告诉那个时候 那个Wall Street Journal 还帮他报了很大篇的报道 说他是什么去 这个问了妈祖 然后所以他决定要参选总统 那个时候是多大的一个证兆 他押保谁 他押保川普 当场就得罪了民主党的拜登 这是他第一个错招 第二个错招是 你还记得威斯康辛的这个投资 威斯康辛的投资 对 威斯康辛的投资到现在 你还是失败的 那虽然转做其他的东西 他有获利 但是当初承诺给美国的 他要做生产 让美国在这个基地 威斯康辛的基地里面 能够有一个 可以在American Made Made in America 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达到 没有了 这个完全没有了 对 反而台积电还做成功 是 他就等于是又得罪了川普 所以他两头得罪 民主党也得罪 然后这个共和党也得罪 所以他两头得罪 所以他只能够去见这个 就是Steve Jobs的儿子 那回到国内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跟朱立伦和 就如同刚才委员所说的 跟朱立伦和 对 跟朱立伦和 对 怎么观察 没错 等一下佩文姐来补充一下 他在出国之前 他就跟朱立伦应该碰过面 至少跟黄建廷碰过面了 所以朱立伦跟黄建廷 绝对知道他要去美国的 这趟的行程 然后这个立法院里面 有这么多的立委 在拱这个侯友仪出来 那他要怎么办 他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上 他要跟朱立伦要打好关系 然后未来呢 他才有可能在国民党的 这个征召的这个大戏当中 有一个棋子 跟他今天出来 我觉得他不出来还好 一出来简直是笑死人 我念他今天早上出来 他说 他说经济危机 是他争取参选总统的一个动机 他愿意做台湾人的奴隶 吓死人了吧 谁敢做这个 这个郭董的奴隶啊 他还说他要做台湾人的仆人 真的你放过我们大家了 这个我们也不要做你的奴隶 你也不要做我们的奴隶 我们也不要做你的仆人 然后呢他说 这个他去演讲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 他就讲说笨蛋问题是在经济 然后经济的背后是科技跟创新 然后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半导体 如果各位可以看得仔细的话 这是半导体在2002年 那个时候130奈米的时候 那有这么多的这个厂商可以生产 这个半导体 然后到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2023年到2025年 全世界只剩下两家的厂商 可以生产半导体 这个是已经是5奈米跟3奈米 所以科技在哪里 科技在这里 在台湾 对对对在台湾 所以郭台铭你怎么会不知道 台湾是全世界科技重镇 台湾是科技界的命脉呢 然后你又说到说 这个什么民族的典范 不能功亏一篑 他讲民族典范 是不能功亏一篑 他不是说民族不能当饭吃吗 他说民族 他说民族不是民族 民族喔 这个时代还有人在讲民族 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是帝王思想 然后他说他要化解美中对抗 刚刚已经讲了 他说不能够让民进党执政 不能让民进党执政 你选什么总统 那那个叫做民族吗 那如果你真的要解决 这个台湾的问题 你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的话 中国偷我们那么多的农产品 你能解决吗 你没办法解决吧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不出来还好 一出来让人家看破手脚 不过刚刚这个小方讲说 好像郭台铭跟朱立伦 有一定的默契 北文杰怎么看 两点 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说林卓水 骂那个郭台铭 其实他讲的真的很对 你知道在美国做一个商人 因为川普就是个商人 所以他戴了个帽子 他去见川普 川普很高兴 可是对华府的政治人物来说 商人是nothing 根本不是什么 所以在华府流行一句话说 你是谁不重要 你认识谁比较重要 所以他这次到华府 他谁也见不到嘛 因为你是好 臺湾首富好了 你在华府 在美国那种大亨太多了 比他有钱的很多 所以你说你是谁不重要吗 你认识谁比较重要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人认识你嘛 这个才是关键 那刚刚讲到郭台铭跟朱立伦 在半年前其实就有传闻 不是现在才有 半年前就有传闻 说如果郭朱沛的话 第一个郭台铭根本什么都不懂嘛 所以如果朱立伦跟他搭档的话 第一个政府的事情 党的事情朱立伦都可以操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郭台铭年龄也大了 所以下面郭朱立伦的年龄 以他六十一岁 接上去 垂帘听证出来 不是 就是說接上去很容易 接上去 对 然後另外一个 就是說那個郭朱 為什麼郭台铭強調 記不記得他在华府演講的時候 一直強調說 臺灣過去三任總統 都是臺大法律系的 所以把臺灣搞成這樣 所以臺灣需要一個很強的CEO 一個企業家來領導 他一直強調這一點 那應該張宗某輪不到他 但是張宗某年紀太大了 對對對 所以他一直強調這個 他在華府還是講這個 那他在臺灣也講過 而且很多年輕人聽得進去 他心裡想 我看 旺旺一定聽不進去 對 因為旺旺也是很強的CEO 但是他絕對聽不進去 但是問題 對 所以如果說郭台铭出來 旺旺系統一定全力杯葛他 所以就是說 大家認為說 他根本不會選擇上 就是這個原因 那另外就是說 而且他講就是說 三任都是這樣 法律 所以要一個CEO 都才能這樣 才能做 很多年輕人是聽得進去 但是旺旺就是說 當年他打旺旺 旺旺今天一定全力杯葛他 所以如果蔡旺旺的那個系統 照當初捧韓國瑜的方式 就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到晚上十二點 杯葛的話就皇帝的起居住 九點幹嘛 十點幹嘛 他按照時間來打你的話 你根本選不上 所以看到了這個郭台铭他的算盤 跟朱綺旺的算盤 這蠻有趣的 而且再加一點 就是說如果他們兩個搭檔的話 就沒有新北市補選的問題 對 這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 侯友依舊沒有必要先持 然後找人接班 對國民黨來說是最輕鬆的 最輕鬆的 對 不然新北市的補選 也會是個大問題 對 不過在郭台銘宣布要選總統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內部還是蠻亂的 因為今天也有人 不是也有人 是也有媒體 新加坡的媒體叫聯合早報 那是新加坡的 有人一看說 喔 這台灣的聯合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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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誤會 這不是台灣聯合報 他說什麼 我要讓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蠻有意思 新加坡發行量最高的聯合早報 4月4日點名馬英九選2024 國民黨候選人懸而未決 為了化解兩岸逆境 馬英九或者再選總統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意思是這樣子 不過 如果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要看看 真的馬英九有這個心嗎 還是說這是他在試水溫 看個相關報導 馬英九好 馬英九好 見到馬英九本人 中國民眾幾成一團扯破嗓門 馬英九四號晚上到重慶逛老街 所到之處 萬人空巷寸步難行 不想民眾更興奮的拿手機狂拍 白天到抗戰移植博物館參觀的時候 也上演同樣的戲碼 民眾狂奔上身 馬英九好帥啊 馬先生真的好帥啊 那怎麼辦呢 被這樣好帥的馬英九樂不可知 墨鏡下的笑意全藏不住 卸任七年多的馬先生 很久沒體會到被民眾簇擁的感覺 結果不知道這趟訪中型有沒有讓他對2024總統大位起心動念 因為新加坡聯合早報直接點名他可以再批藍袍選2024總統 還說馬英九訪中公開講出中華民國之後 在台灣的聲量開低走高 認為不少藍軍支持者對馬英九寄予厚望 認為他可以化解台海兩岸逆境 馬英九抱中國大腿講中國官員愛聽的話 新聞媒體點名他可以回台灣選總統 恐怕就會讓台灣人看笑話 司機 馬英九可不算總統 有可能 我覺得馬英九看到這報道應該會十分開心 就是心花開 我看你也很開心 就是說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立場其實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親中報 那因為馬英九這一次的仿中行程 其實某種程度是站在中國立場去認同所有中國的史觀 那所以當然很得中國的這個這個這個胃口 好那馬英九在這個參訪的過程當中 不是有很多中國的人在那邊看 哇這爭賭明星這樣子 哇一直稱讚馬英九好帥 然後馬英九也非常高興 就是說對馬英九來說 他的確很久了沒有享受這樣子的萬民擁戴 觸擁著熱情 所以我我認為這趟訪問行程滿足最多的就是馬英九 那至於馬英九會不會選總統的 我覺得可能性當然是微乎其微 但是他這一整套的這個訪問行程 以及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導 都將使得馬英九拿來大做宣傳 然後對於國民黨造成一個極大的困擾 因為他所有的兩岸路線 就被馬英九給框住了 國民黨現在該怎麼辦呢 就是直接被馬英九拉到桶 紅桶的那條路上去 這個對於不管是郭台銘或者是侯友宜 我覺得應該都很害怕 不過家裡我看馬英九看到這個報導 搞不好都起性動念的 本來還不怎麼想 看到這個報導 搞不好開始就像現在一樣搖起來了 搞不好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想法 不然他怎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被中國這樣被統戰 我一直覺得他是被統戰 他到中國去萬民擁戴 我那個說什麼只要開了中國的微博也好 微信也好 全部都是他的新聞 我看現在中國可能最希望 台灣選上總統的那一個人 中國最希望的人 可能現在就是馬英九 當然因為中國是以一國兩制為目標 應該是 他希望一國兩制之後 在台灣代理人就是馬英九 所以他已經有設定這樣子 所以對馬英九來講 他不只是十分開心而已 他甚至覺得說他是歷史的偉人 他奠定了 奠定了 臺灣奠定了在中國面前的基礎 真的 搞不好是這樣想 我看朗棟 你看馬英九會不會起心動念 我看他這下子 他應該中國也最希望他當選 對 他是起心動念沒錯 但是我覺得新加坡 可能真的不是很懂馬英九 在臺灣是多麼過難玩 所以說講這個 真的是沒什麼意思 那我仔細看裡面的內容 主要是講是馬英九 在中國的一些論述 例如說講中國防疫很好 或者是說他對中國的一個表態 其實一些親中的一些媒體們都很肯定 那於是馬英九真正能影響到 是說看他跟侯友宜跟郭台銘 他比較支持誰 說不定會影響到總統候選人 但是因為郭台銘最近才講到說 都是三個法律系畢業的總統 他們不懂科技 所以他得罪馬英九 馬英九也是法律系畢業的 然後侯友宜過去在四公投的時候 馬英九又叫他要表態 要表態對何事 要表態支持何事 侯友宜也不理他 所以其實侯友宜跟郭台銘馬英九都不是很喜歡 因此我覺得這比較像是空歡喜一場 哇 捧得很高啊 他在中國那邊的話 中國很滿意他 但事實上他對臺灣的政局影響是不大 所以有人說 馬英九是來亂的啦 不要亂啦 什麼你要選總統 不過國民黨內部亂還不值不值馬英九 聯合報今天的社論說 面對三大重任朱立倫 需拿出主席的高度 其中最重要的第一個遏止費費跟欣欣的大戰 還有類似的內鬥火勢要繼續蔓延 要遏止他 第二個避免途徵內耗的情況下 謹速徵召推出最強的總統候選人 第三個極力爭取郭台銘任何形式的合作 所以這個欣欣費費大戰你看 許巧欣賭費洪泰 腰變費快產許疑跌倒 這個可憐又可笑 有人這樣講 這蠻有意思的 所以小胖 所以其實不是只有來亂 跟他馬英九 他們內部現在連基層也在亂 我覺得許巧欣跟費洪泰 這個是已經殺到見骨了 因為許巧欣到目前為止 甚至於連初選是不是要沒收 他質疑台北市黨部 可能要把初選沒收 甚至於他在這個 他最最後是質疑市黨部會 國民黨的市黨部會作弊是不是 是 這樣子質疑嗎 然後他在議會的時候 又拿了一大堆 他是印小貼紙 然後貼在各式各樣的文選品上 他又在跟他的選民在訴求說 你看我多可憐 我花了這麼多錢 我出來我已經這樣子花了錢 大家都在一起再來欺負我 台北市黨部不敢作弊啦 那絕對 哪裡敢 因為有記者去問 有記者去問那個黃呂主委 黃呂主委說沒有 他有問過兩個人 然後他說這個都還沒有決定 許巧欣就是這樣的 畫人打救人啦 那所以他所有的東西 所以他說他自己是惡女 他說他自己是秘歡 所以在這整局當中 他想要演一個受害者 人家沒碰到他就先跌倒先裝摔 在足球裡面假摔是要給黃牌的耶 你可能你如果常常假摔的話 裁判還會叫你判出場耶 然後他現在甚至於連初選的制度 他都質疑的話 那我覺得事實上他在這一場 恐怕未來就算 就算就算我們退一萬步來講 許巧欣如果在這個選區裡面 他就算這個初選過了 那個七三比他就算過了 你覺得費洪泰會幫他嗎 倒過來如果費洪泰初選過了 許巧欣會幫他嗎 所以我是看到整個買酒來亂的 那現在有心心肺肺也在亂 這不夠亂耶 嘉玲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國民黨真的 我真的很善意的提醒 你要注意人民的觀點 為什麼國民黨的民調 會一直這樣下降 馬一渡會一直下降 甚至侯友宜 這些人的民調一直下降 就是因為大家看不慣說 你國民黨就算你是在野黨 你應該認真監督 認真對國家 對社會來付出 而不是每天在那邊鬥爭 人民的觀感實在是很差 你聽到馬英九要出來選 你有嚇一跳嗎 馬英九自己沒有講 那是新加坡國外媒體的早報 你會不會嚇一跳 現在在聽到這個訊息 我覺得他選黨主席比較適合 黨主席嗎 沒有 我們公開呼籲 國民黨這個民調 把馬英九列入 這列進去 那侯友宜更慘 他不是又被稀釋了嗎 全部都稀釋光了 稀釋光了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國民黨內部的心肺大戰 看不到朱立倫的角度 自行情訴訟